爱欲荣华,不可缠补, 借荡别利,无可落质, 要看破。 爱欲不要放在心上, 荣华富贵的生活, 里面有多少不善的原因, 有没有想到? 再往深处想, 将来一定有这个国保, 想通,自然你就放下来。 慧叔叔, 荣华不可保, 慧这定离散呢, 慧是聚慧啊, 圆聚的时候, 大家在一起, 决定有散的时候, 一定有离散的时候, 常常想到离散。 那爱欲不可掌, 甚至比衰苦。 那世间人确实, 颠倒网络, 我认为奇情无欲, 是真的, 拼命在追求我, 无止尽地在享受我, 确实, 寿命还没有到。 冤心在主要他的命, 天地归于神夺他的算。 苦因, 逼着苦果, 落在哪里, 颠倒网络, 无苦落着。 这个世界落实是假的, 绝对不是真的。 盆济千说, 一切世人, 以欲为乐。 欲望, 他的乐就是他的欲望。 不知道欲失苦本。 知者观止。 有智慧的人, 他看到的, 为苦无落。 所以这苦, 为什么? 以有为乐, 无就是苦。 不知有者, 无所因故。 人要懂得有。 又无独播之处, 就写脱了。 懂得很顺, 正顺。 不为自己想, 我以为是乐, 他认为是苦。 我要顺从他, 随顺他, 提高自己的解救。 什么解救呢? 利苦得落的心, 离开六大轮轨, 求生极乐世界, 这个念头加强了。 这好死, 这不是坏事。 人要吃苦, 他才能发愤, 人要在想落, 忘掉了, 把求生极乐世界, 可忘掉了。 疏忽了, 不认真了。 天天有痛苦, 天天有高度的警觉性, 这好死, 不是坏事。 我们不高度提高警觉性, 怕来不及了。 古人教导我们。 欧阳修一篇文章, 求生极, 早年我们在台中求学, 李老师, 把这篇文章讲给我们听, 文章的寓意, 虽然说的是秋天, 实际上是月, 人生之秋。 一个人的一生, 有春夏秋的。 从出生到二十岁, 人生的春天, 二十到四十, 人生的夏天, 春生夏长。 四十岁到六十岁, 人生的秋天, 六十到八十, 人生的冬天, 也就是该走了。 秋树冬藏啊, 六十到八十是该走的时候。 八十以后, 八十以后没有了, 多活一天是你多赚一天, 多活一年是多赚一年, 也就是说八十以后啊, 八十以后随时随地都可以走, 不定什么时候, 要有高度的进去, 在人生之秋啊, 就要办自己的事情。 春夏时候, 是可以办别人的, 帮助别人, 秋天的时候, 要准备自己的厚史。 那古人一篇文章, 喊这么深的意思在里头。 没有智慧的人看不出来, 有智慧的一讲, 我们挺黑, 实有道理。 秋冬还望办别人的事情, 这错了。 自己一生来一生还搞六道轮回, 这一生什么成就都没有, 别来一套, 一生受的辛苦, 别受了。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, 奋法努力, 勇蒙津津, 一句名号念到底, 往生的净土, 我们这一生没白来, 成就了。 杜仲森的大事业, 有缘亏碎喜, 没有缘, 决定不要去找, 那就错了, 倒是攀缘了。 随缘可以不把事放在心上, 攀缘是把事放在心上, 放在心上就错了, 放在心上去不了极乐世界, 万缘放下, 就好, 劝敌放下。 没事吧, 像不过来, 如此之后, 如果我们希望必须过做这一支的目的终,